第三章 天大的买卖 不到三十岁的宫中炙热新贵宋唐禄 即便已是内官奸长印大太监 即便是身受皇后青眼相加的天子见识 哪怕身负秘址 仍是只能带着几名乔装打扮的大内护从 由北梁王府侧门悄悄进入 在府邸大唐门口见到徐霄后 都不敢多瞧半眼 让那几名皇宫侍卫留在门外 独身快步跨过门槛 扑通一声五体投地跪了个街市 当场脑门就磕出鲜红痕迹 闷声道 内官奸宋唐禄参见北梁王 参见世子殿下 徐霄和徐凤年都没有落座 但也没有挪脚迎接这位 已是首操宣赫权柄的大宦官 徐霄轻声笑道 宋雕四起来宣旨就是 雕四与太监这两个称呼 可不是一般宦官 可以往自己头上搂的 太安城皇宫内 一双手就数得过来 除了居高不下太多年的 韩生轩 宋唐禄的师父 原先十二间中 仅次于四里间的 内官间掌印算一个 宋唐禄被天子亲自赐信 如今更是有望登顶 可谓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让整座朝廷都看傻了眼 宋唐禄出宫时 早已想通彻了 若是宣旨 按律藩王就得跪下 北梁王至于跪不跪 其实都无妨 徐霄都可配到上殿 本就还有无需跪地 听旨的特权 只是他如果一本正经 拿枪捏掉站在那里宣旨 恐怕会有示威嫌疑 宋唐禄一开始就不想 如此给人猖狂嫌疑 哪怕明知不合礼节 他起身后仍是 从袖中抽出包黄秘纸 垂手快行 双手递给北梁王 直接将宣旨这件事跳过 忽略不计 徐霄接过密旨 随手递给徐凤年 然后让这个颇为知情 达理的宦官坐下 宋唐禄正经微坐 目不斜视 只是眼角余光 仍是瞥见了一头霜雪的徐凤年 心中震惊 不知为何 当他余光所及 那名世子殿下 明明在低头书展 圣旨阅读 嘴角仍是勾起了一个弧度 宋唐禄能够在皇宫数万宦官中脱颖而出 一步一步走上巅峰 靠的就是堪称卓绝天赋的察言观色 立即知道这个年轻世子 察觉到了自己的无心窥探 当下便低脸视线 只敢使劲望向自己的双膝 徐霄笑着说了句寒暄话 宋雕寺这一路辛苦了 宋唐禄赶紧摇头道 不敢是宋唐禄的份内事 徐霄笑问道 宋雕寺要不在北梁多待几天 本王也好尽情款待一番 被一口一个宋雕寺 折腾得一惊一乍的年轻全患 赶紧起身 又跪地欠然道 宋唐禄需要马上赴经赴命 可能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还望北梁王万分海寒 徐霄走过去 搀扶起宋唐禄 无妨无妨 咱们也不用如何客套 怎么顺畅 事宜怎么来 不耽搁宋雕寺回去复命 走 本王送你出门 饶氏在宫中历练多年 修心仪式 不输任何顶尖高手的宋唐禄 也明显有一抹恍惚失神 毕恭毕敬说道 尾时不敢劳烦北梁王 徐霄摇了摇头 跟宋唐禄一起走出大唐 大内侍卫早已将行囊 交给王府管事 一行人走在不见 丝毫戒备森严的幽静小径上 那些侍卫也都是走得如履薄冰 趁这会儿赶忙多看了 几眼这位异性王的背影 等回到宫中 也好跟同僚们狠狠吹嘘一通 咱可是有过距离 堂堂北梁王不到十步路的待遇 宋唐禄谨小慎为多年 不露痕迹落后徐霄大半个身形 走到大门口 宋唐禄说什么都不敢 让这位北梁王送出门半步 随即停下脚步 那些大内侍卫都默默鱼贯而出 翻身上马 远远等候 一名侍卫嘖嘖道 不愧是灭掉春秋六国的大将军啊 另一人小声问道 咋的 侍卫沉声道 走路都有杀气 没感觉到啊 你懂个屁 那是因为你境界不够 难怪有人说 北梁王瞪眼就能杀人 会直接把人吓破苦胆 幸亏宋雕四眉惹恼了他老人家 要不咱们还不得被双眼一瞪就死一双 一名最为年老沉稳的侍卫 听着后辈的荒唐对话 哭笑不得 门口那边徐霄轻声说道 别人都说你宋雕四在印售间当职的时候 兢兢业业 掌管古今通缉文库 贴皇看河等万般琐事 都办得井井有条 还能写一首好字好文 张 本王是个粗人 这些头疼玩意 想上心都难 也就不说了 不过有件事情 本王记得一清二楚 我家凤年世袭网替的告知内容 出自你笔 府上有人说你写得好 这份人情本王记下了 以后万一有事 用得着我而奉年这个新任北梁王 只需知会一声 不敢夸口帮你摆平 本王只说他会尽力而为 宋雕四如遭雷击 下意识就要再度跪下 徐霄扶住他双手 笑骂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跪什么跪 宋唐路 有机会再来北梁王府 记得就不用了 这与你身份无关 本王的却不讲理 只念情分 宋雕四一咬牙 颤声道 以后职责所在 宋唐路该做的 一定还是会做 但是一些多余事情 绝不会多嘴 还有这番话 宋唐路只记在心里 就当大将军没有提起过 徐霄点了点头 本王就不送了 宋雕四学纳世子 作一行礼 转身出门而去 徐霄慢慢夺步回到大堂 看到徐凤年拆完行囊 手指捏着一件蟒衣的袖子 在那神神叨叨 瞧着顺眼 摸着也挺舒服 飞剑出袖的时候 可得小心些 划破了找谁缝不去 徐霄打趣道 缝缝补补 还怕找不到人 春秋移民北奔有两股 流窜北莽那些 被我截下不少人 咱们北梁制造局的头目 就是当年给南唐皇室 做衣裳的 不过这回你的王袍逢支 具体事项 交给了几名心灵手巧的女子 那人也就是绘制图案而已 年纪大了 眼神不顶用 她怕一个不合时宜 就被砍头 徐凤年皱眉道 你那件蟒袍不行 徐霄气笑道 哪有新王穿旧衣的道理 咱们徐家没穷到那个份上 徐凤年放下手上遇刺蟒衣 犹豫了一下说道 本来想去一趟西北端 把那将近十万代罪流民 抓在手上 既然要去京城关里 那放一放 先去泰安城 徐霄问道 何时动身 需要带多少铁骑 徐凤年笑道 就明天 带什么铁骑 我又不是藩王 去京城不用讲究排场 再说像烟尺王那般 带了进迁骑兵 寒雕寺恐怕就得藏头缩尾 我这回就开门一到一次 让人猫痛痛快快杀上一杀 徐霄点头道 除去你自己的安排 我也暗中把银和丑交给你 徐凤年问道 那你怎么办 万一寒雕寺不杀我杀你 徐霄笑问道 你可知 为何剑神李纯刚 为何会被镇压在 厅朝阁下二十年 可知当初他下山龙虎斩魔台 又是被何方神圣斩去一壁 徐凤年黯然无语 徐霄坐在椅子上淡然道 你放心去你的京城 爹的安危不用担心 这么多年想杀我的人 多如过江之计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 死士吟的音音声音 又传入父子二人耳中 南宫蒲叶已经回格 轩云清风在湖心亭中 两人受伤不清 徐凤年问道 误 死士吟刻板答复道 回禀殿下 安然无恙 在地之死士眼中 同僚生死 根本无足众轻 徐凤年站起身 前往厅朝湖 少年死士蹲在湖 边声闷气 徐凤年走过去 见他转头一脸愧疚 笑道 吃你的饭去 然后明天跟我去京城 到时候 有的是机会 跟寒雕四过招 少年蹦跳起来 笑脸灿烂 当真 徐凤年抬腿做事 要踹他入湖 这心性活泼 而不阴沉的少年 咧嘴一笑 自己就跳入湖中 欢快的狗跑游向对岸 徐凤年会心一笑 走向湖心亭 走进以后 看到轩辕清风靠狼柱 颓然而坐 徐凤年 眯起那双担缝毛子 拦散坐下后 讥讽笑道 同为纸玄 那天下第二纸玄的 寒雕四 比你老到厉害多了吧 轩辕清风力声道 等我入了天象 徐凤年轻声道 你忘了寒雕四 最擅长纸玄杀天象 所以这才有了 陆地神仙以下 寒无敌的说法 你也别觉得憋屈 武功境界这东西 人比人气死人 总会有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知道你想要成为 王先知那样的货色 可你在这之前 还是要放宽心 很多事情急不来的 旁门八百左到三千 你挑了一条 险峻至极的阳长小道 就要愈发珍惜当下的活命 我呢 短暂进入过伟天象 算是白居过细的光景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一旦生静 说不定要成为三百年来 第一个遭受天节雷劈的 天象高手 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你逃不掉的 轩辕清风 脸色瞬间雪白 无人色 徐凤年站起身 跟我来 既然你投名状了 我就可以与你放心 做笔大买卖 我给你的东西 价值连成这个比喻 都是说清了 所以你就算以身相许 我都不觉得你吃亏 轩辕清风破天荒 没有言语顶撞 安静跟在徐凤年身后 看来这场围剿寒雕似 无功而返 让他目中无人 无法无天的出格性子 有所沉淀 徐凤年推门进入听朝阁 带着轩辕清风 直接走到八楼 猪袍鹦雾浮现在狼道中 以地藏悲悯相识人 徐凤年笑道 你就别逞强进入了 白白丢失修为 开门关门 轩辕清风看到一幅 毕生难忘的场景 九枚大小不一的玉玺 浮空而悬 各自悬庭位置 以春秋九国版图而定 徐凤年副手站定 平静道 后随 西楚 南唐 西蜀 北汉 大魏 这六个王国后 如今史书上的记载国号 都是被徐霄所灭 黎阳朝廷为了表彰徐霄军功 除去西楚皇帝大印失踪不见 老皇帝当时特地将其中五枚传国玉玺赐予徐家 当年大楚之所以被视为中原正统 很大程度是他传承到了大秦帝国的成韵之玺 后来春秋割裂 各国都有摩克 或者干脆重刻 喜和宝格类称呼都有 你所看到的九枚 三枚都是仿制 只为了凑成九这个数字 听朝阁告九层 不是无缘无故的 知道你想问什么 既然朝廷才赐下五枚 仿制三枚 还有一枚来自何处 咱俩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跟你直说无妨 北梁王府私藏了 承载西楚弃运的小公主 你瞧见那块最小的玉玺没有 不过方四寸 却是货真价实的大秦皇帝杨印 至于阴印 我在北莽进入过大秦帝陵 只是当初那人有意藏私 只肯带我见识陵墓的冰山一角 我一心想着保命逃命 也顾不得深究 我弟弟黄蛮 此生不得入天下 红喜相拐跑了我大姐 为了还人情 见斩五国弃运 北梁明面上不得半点 只是以七三分 分别流入了黎阳和西楚弃运柱 徐凤年不离彩轩辕清风的木凳口呆 指了指西楚国印 先前全无色泽 跟普通玉石无异 骑牛的飞剑斩运后 则一生辉 除了依旧比不得黎阳访印 已是远胜七枚宝喜的光彩 这个福阵是窃取天地气韵的东西 曹长青已经准备复国 估计过不了几年 就要抽调取回西楚国印 与其被他白白拿走 还不如做生意卖给你 你这两年都携带在身慢慢汲取 以后击身天象 用作抵挡天节 玉玺的气数 虽说不过王朝的百千分之一不等 但你一人独占 我估计怎么都不至于 做个天底下最短命的天象镜高手 轩辕清风小声问道 那你那个被我父亲说是 只可止玄的弟弟 徐凤年扯了扯嘴角道 算你还有点良心 少了一块必然失去的大秦阳印 还有其余八枚 况且我家黄蛮 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他进入天象镜 这个福阵只是以防万一 再说了 黄蛮与你不一样 哪怕是这个福阵有所避意 对他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 归根结底 不论是你目前的止玄境 还是你将来的天象镜 在黄蛮面前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 轩辕清风平静道 但我不会止步于天象镜 徐凤年一笑置之 踏步前行 伸出一只手悬空 朝西楚传国玉玺 轻轻易抓 如同莽龙脊水 随着玉玺被扯向徐凤年手中 空气还出现一阵阵 竟是肉眼可见的玄妙涟漪 其余八枚宝喜 据是颤抖不止 当徐凤年握住玉玺后 如被风吹皱的水面 才逐渐平静如镜面 徐凤年转身将玉玺交到轩辕清风手上 他脸色巨变 整只手掌都有红转子 徐凤年幸灾乐祸道 烫手 别松开 轩辕清风强忍着心如刀割的刺痛 怒道 为何在你手中便毫无一样 徐凤年自嘲道 天底下就没有比我气韵 更空白如心纸的可怜虫了 要是铁门关截杀赵凯之前 身为徐霄嫡长子的 我想要去握住这枚西楚玉玺 恐怕想要活命 就得当即自断一条胳膊才行 轩辕清风几乎痛得晕厥过去 但他不但毫无动摇神色 反而更加握紧玉玺 徐凤年暗叹一声 真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婆娘 嘴上说道 你的命半条归你 半条归我了 答应与否 轩辕清风直截了当道 可以 但得等到我进入天象境以后 活下来才作数 徐凤年无奈笑道 你吃点亏会死啊 轩辕清风冷哼一声 霞长秋眸里 倒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晦笑意 徐凤年走向门口 等会儿你自己下楼 才出门 轩辕清风干脆利落地 直接漂浮出去 徐凤年摇了摇头 关上门 下楼后 轻松在外廊找到 正正出神的白虎儿脸 徐凤年好言安慰道 喂喂喂 打不过天下地时的寒雕寺 又不丢脸 这只是说明 你还没有进入前十而已 腰间玄秀东的白虎儿脸 没有说话 转身走向楼内 徐凤年问道 我明日就要去趟京城 寒雕寺是有八九会缠上来 你有没有兴趣 白虎儿脸停下脚步 你就这么怕死 徐凤年嘀咕道 好心驴肝肺 白虎儿脸转身笑道 放心好了 我还不至于杀不到寒雕寺 就心境受阻 以至境界停滞 我跟你们北梁铁骑一样 走的是以战养战的悲苦路数 以后有的是几场大败仗要吃 不死就行 徐凤年不死心又问道 真不去京城 白虎儿脸玩味说道 怎爹 觉得京城美女如云 不烧上我这天下第一美人 会没面子 杀气 杀戒 被揭穿那点歪度长的徐凤年 仓皇狼狈地逃窜下楼 白虎儿脸也没有追杀 跨过这层楼的门槛 心境莫名地安定下来 欺然道 没想到这儿道成了家 以后我又该死在哪里才对 余辉渐去 暮色渐沉 徐凤年不知不觉 来到了芦苇当中的湖畔 只是没有去找 独居此地的裴南尾 而是沿着一条 通往厅潮湖的泥土小路 兴许是被它 踩踏的次数多了 平坦而柔软 比人还高的丘炉 渐渐转双白 风起飘续如飘雪 湖边搭建了一条 出水长达几丈的 木质架空渡口 徐凤年脱去鞋袜放在一边 后仰躺下 闭目羞气养神 不知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一阵细碎声响 光脚女子 在她身边抱膝坐下 她沉默许久 终于开口道 这下我开心了 你比我还惨 报应 徐凤年没有睁开眼睛 轻声道 芦苇制成猥琐 可以用来悬挂抵御胸鞋 春炉嫩精可做嫡魔 辟邪也好 嫡魔也罢 芦苇都不是让你来 扎草人诅咒我的 裴南伟把下巴枕在膝盖上 清风拂面 她柔声道 按照宗藩法力 今年藩王要赴京面圣 你去不去 去的话 带上我 我这辈子都没过去泰安城呢 想去看一眼 看完以后 我就心甘情愿 老死在这儿了 徐凤年站起身 舌了一根芦苇 坐在木桥边缘 我要去京城 不过不带你 裴南伟平淡道 行啊 那我继续扎草人 咒你不得好死 徐凤年转头说道 信不信一巴掌 把你拍进水里 裴南伟摇摇头 徐凤年转过头 不理会这个脑子 向来拎不清的女子 裴南伟坐在她身边 然后抬脚轻轻踢了 她脚背 带我去吗 我这辈子 就这么一个未了心愿 我可以给你做丫鬟 徐凤年斩钉截铁道 不带 不仅端茶 送水喊你大爷 还帮你柔肩敲背喊公子 不稀罕 陪你下棋 帮你读书 值几个钱 你不舒心的时候 奴婢一定笑脸着 愿打愿挨 我怜香惜玉 暖窗 傻 暖窗 好 一言为定 咱们明天就动身去京城 记得亚素和燕美的衣裳 都戴上几件 可以换着穿 胭脂水粉也别忘了 抹太多也不好 稍微来点就差不多 再有就是暖床的时候 我不去了 朕不去 嗯 这儿就挺好 就你还想跟我斗 徐凤年笑着起身 弯腰把那根丘尾 放在她膝上 提着靴袜 离开芦苇荡 请不吝点赞